Peter, 你好, 我們又開節目了, 沒來正經了 早安, 各位, 我者晚安 Peter, 今天有什麼特別要說呢? 我想說, 教委, 教委, 因為 municipal election 通常是教委, 通常被counselor, 那些candidate, 那些情況是over-shadow了 通常人都不理的 人都顧著, 市長怎麼選呢? 市員怎麼選呢? 教委, 什麼教委, 什麼? 其實教委比市更重要 沒錯 其實你對教委這個 role, 他們需要功能, 你有什麼看法? 根據教委自己, 因為教委有一個組織, 叫做教育委員的協會 協會在那裡提出幾件事 第一件事, 他認為教委自己本身, 應該第一件事是守護著現時的教育制度 那守護什麼呢? 其實他們是很重要的守護 第一件事, 錢 他這麼說, 家長就說, 最重要是小朋友開業 因為資源有限, 不要浪費錢 對, 尤其是幾十年來, 他們跟市議會, 省議會, 甚至無聯邦國會 他們都是在爭取更多的賺錢 同時, 怎樣使用呢? 這是第一個 所以守護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的守護,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那些學生自己本身的問題 包括了教育 當然, 在加拿大很有趣 所謂的教育, 不是真真正正去講到 就是那些學業那裡才是最重要的 他們認為教育就是講 健康, 心身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其中一個人就是這樣說 另外, 才是去到這個學術的教育 當然, 再要下去的就是這個社會的責任 要教學生有一個社會的責任 然後, 才講到這個道德良心 所以, 有時這幾個的次序 跟華人社區的家長的看法 是不太相同的 但都是類似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 他們認為要守護的 就是那個所謂 這個教育的自己的教育的價值 本身 什麼叫教育價值呢? 他們的看法就是,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所以, 在好幾方面呢 就要去做一些堅持 例如, 好像這個 所謂很清楚的一些理念 應該是讓學生知道的 另外一方面呢 亦都是令到這些學生 能夠真真正正正明白 他們在社會那個的 所謂的責任和功能在哪裡 第三方面呢, 就是 他們認為呢, 就是這個 所謂的 所謂的 天候式的 和 所謂的 所謂的 Life Long Education 所謂的 就是 你一輩子應該都是學習的 這個呢, 就是他們的 其中一個的 所謂的價值 還有一個呢, 比較近期一點的 所謂近期一點 當然不是說現在幾個月 而是這幾年呢, 尤其是幾年呢 尤其是幾年呢 就比較上著重的呢 就是 這個所謂的 三位一體 這個的 學校啦 這個 老師 和行政人員 以及家長 在對於這個 推行教育那裡的大家的合作性 這個很好 Peter 你做了幾好的功課 那你說的那樣東西就是 就是 完美的 是啊 是很完美的 原美呢 其實兩樣東西 一方面就是 其實沒有人完美的 是吧 是 但是就是要求完美 是 所以我們各位家長 都要求完美才行 否則那些的 教委 就說 現在希望做教委的那些 就是想著 說多一句 沒有人完美 就不用怎麼做事了 那就麻煩了 是啊 其實就是 在九七年的時候 夏里斯的時代 就是 他們做了一個改變 是 以前 教委 他就是 可以在 local 在市裏面 就說 喂 我要加稅 因為我們那些 school board 就要多些的配套 不夠錢 他們可以這樣做 是 九七年之後 他就不可以做 是 因為所有那些 就是交多少地稅 那些 就是 放了上去 這個 provincial 就是 將那個功能 就是 就是關掉 然後呢 就在2005年 那時候 也是做了一些 education 的 的改變 那些教委 本來日常 就 日常 就 face 學生 在operation 裡面 學校的運作裡面 有什麼問題 他們是前線的 是 在2005年之後 那些 bill 177之後 就完全叫他們 不要搞太多了 只是看著 盤數 所謂看著盤數 就是 那些資源 如果是省府 給多少錢 他們 就怎樣運用 那些資源 在他們的 school board 裡面 功能 就是 好像 board of director 那樣 就是看著 那些資源 那些 日常的 operation 就交給 那個 school board 他們可以做 建議 但是 你知道 現在的情況 就是 通常有些 staff 做完 給了些 report 看看他們有沒有心 做 真的想解決問題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是的 那個 school board 裡面的 搞定了 那通常 就是 少做少做 沒有做沒有錯 大事情 就是 就會說出來 有些少的很多 例如在學校裡面的運作 那些情況 是 school principal 就是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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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處理 有很多在學校裡面的問題 如果不是那麼多人投訴 通常都不見 所以 bullying的問題 就是 就是 不料了之 很多時候 有 見到學生 家長說 不公平的對待 這個周不時都有 所以 這裡 差不多 就是 如果家長覺得 學校搞不好 應該就 去 supervisor superintendents 這些 superintendents 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所說的 學校的 一些監察的 一個官員 他就 負責好幾間 學校 我的看法 其實 為什麼我們要 市選選 這個委員 教育委員 其實對公眾 是 responsible 所以 如果家長發覺 就是 從學校的 途徑 得不到幫助 我覺得 這個superintendents 可能都不太有效 可能都會有效 但是 第一件事 應該做的 就是 跟這些 trustee教育委員 談 他們 拿這個問題 可以動用 比較多的資源 他也可以向 那些有關的 行政人員 去問責 去質問 他們 為什麼你不做 或者之類 其實 因為 那個功能 一直改變 循序漸退 很多人問 喂 選教育委員 做什麼 你又不是搞 你又不可以決定 加稅、減稅 你都不可以決定 前線的事情 你都沒有參與 全部由school board 那些人做完 真的 你的功能 去哪裏 除了看著 budget 我appoint 社會上 就是 譬如做開auditing 或者做開那些功能 那就搞定 他們專業一點 需要找人選 浪費這麼多錢 不如scrap 這個 就有很多人 有這樣的看法 你覺得呢 我覺得 這個看法 就是 他們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 因為在民主制度下 總要有一個監察 和一個督促 這部分呢 是 行政人員自己去監察 督促就很難 好像在一個公司那裏 你叫那個經理 部門經理 你自己監察自己 那樣 好的就是會做 但是 如果多數不好的 就大問題了 所以 這個監察作用 在這個 教委那裏 其實這個很重要 所以 有很多時候 如果你去聽那些 教育委員的 那些 競選辯論會 等等 Alick 我知道 你今天下午又會有一個 是的 沒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要問他們 喂 你在現在的監察那裏 你打算怎樣做 在政策裏面的 那個督促 應該你 你會怎樣去 進行 如果當選的話 應該要問清楚 第三樣東西就是 喂 你覺得你自己有資格做教委 你對於教育 懂得多少 你對教育那裏做過什麼 你對於 將來那個教育 那個制度 和現在的政策 你告訴我 是吧 那這些問題 就應該會容易去 了解那個 教委 其實是怎樣 其實我也同意 你可不可以講一講 下午你那個情況 下午的情況 就是 只是馬鹹區的教委 聽說有十幾個 有十六個人會去 就是差不多一半人 就是每一個 Walk Area 1234 全部都有人來 而且是有大部份的人 是 哪個地點去哪裡 地點就是在 旺角 旺角 禮拜日 下午已經過去了 就是過去的周末 就是 兩點至四點 在播出的時候已經是 已經完了 會不會有些什麼地方 可以再看回 我就盡量會把它放在 影片那裏 等多些人的資料 還有就是 可以上youtube 對 youtube facebook 會做些recording video的recording 如果你做這部份 你會叫它做什麼 那些key word 是什麼 這個是約克區家長會 所以去 York Region Parent Association 去facebook 找約克區家長會 找約克區家長會 就可以了 還有 我們有些prepare question 要他們 submission 所以 他們會稍後 給我們一些答案 我們就會 post 上facebook 和上網 各位留意 因為現在將會做的事情 對 沒錯 還有就是想做一個 correction 不是2005年 就改變了他們的功能 是2009年 所以很近 所以上次已經開始說 其實今次 應該是市選要說的 不如回頭再說 Peter 其實school trustee 有什麼法律責任 原來有法官提出過 法官 即是他上過過法官 對 上過過法官 不過是Alberta 但基本上都不差太遠 實際上他講的都是原則性 沒錯 哪幾樣呢 第一樣就是 這個教委 是有權 去為他代表的人 出聲的 所以 政府 或者是 school board 都不能夠說 喂 你不要說 不行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這個教委 一定 就要 考慮到 所謂公眾利益 公眾利益 這部份 就連帶了他另外一件事 就說 教委不可以請他自己親戚做事 是 亦都不可以請其他教委親戚做事 沒錯 互相官官相衛式的 這些護衛 就不可以的 這個應該都一向存在 是啊 沒錯 但是呢 要提醒那些candidates 和那些現任的教委 原來有那些 不要親疏有別 對 法律的部分 有那些執法人員看著你的 另外一方面 就是那些公民 市民 都可以看著這個 作為其中一個標準 另外一方面 很重要的就是 他說 在他那個職責那裡 其實其他那些politicians 一樣應該遵守 就不可以利用這個職權去謀私 以權謀私 是的 還有不可以去影響 例如在一個school board 很多人 你不可以因為你的職責 你去企圖影響其他人 即影響的意思就是壞那方面 是的 例如說 喂 那個學校裡面的洗幣 可不可以做多些給他 個別學校 鬆一點手 是的 你可以正式提出 但是你不可以暗中做台大教育 是的 同時另外一方面 也都是要 declare interest 意思就是說 你要公開 說 喂 現在我講的那樣東西 那個學校附近的地皮 我自己有一間那些公司仔 這些東西 你要講清楚 是 同時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disclosure 是的disclosure 就是你要公開你自己 申報 是的 有關議題裡面 有什麼可能的利益 是 另外一方面就是 講到 這個 所謂 公眾的 和他的關係之間 那個 所謂 co-to-factics 就是在道德方面 其實這個教委 應該是有一個很高的道德標準 是的 這個都是法律的責任 是的 是 是 如果提出了什麼事情 那麼大件事 這些差不多是 我們覺得 已經是 一定是需要 必須的 是的 可能 那個法律的情況 又看到情況 所以 要提醒一些人 是的 我覺得很重要 是的 那個案子 基本上就是 那些人覺得 現在所提出的 那些 這些法律責任 是不清晰的 是的 所以變成 人人都認為 可能 但是 如果你沒有一個 真真正正 好像法官 或是 一字寫在那裡 那些人就會說 是要說 不是真的 這樣 現在就是 是真的 好 同時另外一方面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在那個個人那裡 反過來看 就是 個人的意願 如果這個 教委 教育委員會 通過了 你就不能再把 你的個人意願 就是 作為個別的 教委 這件事 拿出來 去做一些事 那你一定要跟 那個 school board 那個決策 決定了之後 它說什麼 你就要支持 沒錯 即是說 所謂集體負責制 對 如果你如果是 教育委員會 已經 approve 你還走出去 就是 你有理由 不是 我認為 或者逼那些學校 要跟你的方式 就可以 所以 之前一定要 在那裡 剛才也都有一條 他說 你可以在那個 board 大家要爭 爭得很激烈 都可以 法律上是容許的 爭了之後 爭了之後 你就要同意了 所以 最重要 之前就要爭 不要說 完結之後 決定了你 才說 我覺得 是的 接著說一下 第二條問題 比較普遍一點 亦都比較多爭議性 EQAO 你都知道 最主要就是 安省唯一一個公開市 三年班 六年班 九年班 十年班 都有的 最主要就是 讀讀 寫的能力 和數 數 這三個 最主要 另外一件事 可能提醒大家 這個跟 好像香港那些 公開市就不同 會考就是要說 個人的成績 最重要 學校為主 想不想大學 但這個 就是要來 平衡學校 整體 是 是 但是因為 它是唯一一個公開市 所以 那些家長 或者一般人 都是用來做一個準則 都是緊張 其實不是這樣 好月不好 這幾件事 似乎將成績 有些導向性的看法 譬如說 其實 數是很重要 但是數 閱讀和寫作 這三件事 並不代表 這個學生的全面性功能 它是否可摸 它的成績 成績是否這樣 譬如很多時候 你教育 不只是教育 一些死的技術 你是要 真的學到 學到日常 怎樣生活 將他們學到的 apply 到身邊周圍的 譬如 如何解決問題 如何看待這件事 以及看到一件事 你是否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產生的興趣 是要求知某件事 這些是學生的 不同的性質 而且他看到一件事 他不會做一個領袖式 我帶頭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其中 另外一個 可能要考的 就是critical thinking 雖然學校 其實 所謂有些學校 都很著重這件事 就是說 你有一個批判性的 一個思想 方法 和技巧 但是 你現在 在那個公開市 是模糊的 所以你說 你懂得念書 你就高分 是吧 英文 你懂得文化 你就高分 沒錯 數學你懂得計數 就可以了 但是基本上 這些都不是 你懂不懂去思考 你懂得分析 懂得吸收知識 懂得運用 懂得運用 對嗎 譬如藝術 藝術 例如 他畫畫畫 他不僅是 去到 將抽象的東西 擺出來 那些是純粹 藝術方面的專才 那至於一個寫 講到藝術 我又有一個想法 這個 又可以叫題外畫 但也都可以說 這個 教委裡面 應該考慮 為什麼你畫一幅畫的時候 通常 現在的小孩 就是 插完 那個先生 啊 非常好 那就搞定了 這件事 鼓勵了學生 但問題 其實你可以用這張畫 可以去 其實 看土小朋友的心裡 在家裡可以利用這張畫 去教他們 有關管理 有關領袖 等等 你可以跟他們說 那張畫 中間你畫那些 是你看到什麼 或者甚至是別人畫的 然後你就說 周圍 左上角有些什麼 下角 什麼 那這個方式 其實是一個 思考的 sequence 你可以知道 讓他們大約看 所謂 big picture 你怎麼可以看法 是的 可以看到很多 除了我們集中精神 看那裡之外 其他周邊的 也可以看 那第二件事 就是說 你畫一幅畫的時候 你怎麼去想出來的 那你就可以在這部分 教他們去組織 是 那怎樣可以 由一個 所謂你剛才所說的 抽象的那個方面 去一路 將它變成一個真實的東西 是 那這個其實的過程 你可以慢慢 跟小朋友說話的時候 他好過他到時候 只是圖鴉 是的 當然這個方法 有些人就認為 不對 因為小朋友自由發揮 但是自由發揮 發揮得來 所謂發揮 只不過是 他的馬行空那部分 都需要 但是你在整體來說 能夠真真正正正 令到他可以 開始你剛才所說的 分析的情況 他將在那一幅畫的時候 可以看到他自己 其實是 怎樣去計畫 去畫這幅畫 那這個也很好的 是啊 其實你說得很好 就是 怎樣處理這幅畫 是一個思考來的 是啊 可以幫助很大 還有 也有一個 溝通的記憶 是啊 他可以跟你家長 談的時候 他可以告訴他 其實是怎樣 但是其實你是帶著他 去怎樣去present 所以他可以讓他能夠真真正正 有系統表達自己 譬如溝通的時候 你畫一件事 邊畫得不好的時候 那先生第一件事 教你畫清楚一點 那就清楚溝通的能力 這個人如果畫得好像人 那個人可能又不像人 但是你塗了幾條line 那麼solid 就是很清楚地表示 這個真的是個人 那或者在解釋過 你想表達一些什麼思維 那譬如你說表現開心 有很多種情況 譬如加個太陽 那些全部都是思維 將你的學生的感情 可以表達出來 所以其實就是很多學問 譬如說完 Science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是的 所以科學其實 我是這樣看的 如果沒有科學 我們就沒有啟發性 我們就沒有一些新方法 就是用科學方法來解釋 一些將來的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 科研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環節 就是發明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有發明一些新的東西 在創造的大前提上 其實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那樣東西其實是一個很難的技能 但是譬如EQAO 這兩樣東西都忽略了 那再有你講的 Problem 就是那個什麼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那些全部都是很重要的 是的 好像剛才你說的 為什麼科學不成為他們的考試 一部分 我就很奇怪 因為其實在中小學裡面 已經在教這件事 是的 在教他們有關科學的東西 是嗎 是 那稍後回來再說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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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er 其實我始終覺得 我們講完那幾件事 我有個小學的老師 其實小學老師的公會 他們曾經在上次大選 差不多2011年的時候 要把這個EQAO 放下兩年 不准 不做 不做 想想有什麼 新方法才做 其實你覺得 在這個題目 你有什麼感覺呢 我覺得 其實不應該放下 第一件事 就是好像現在 另外一個省說 小文仔放下功課 不做 這個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你認為 小文仔身心裡面 應該是快樂的 這樣 你不用做功課 你可以比小一點 是 還有你聰明的 有本事的 那些先生就是 做功課 變成一個娛樂 是嗎 一樣好像玩一樣 都可以的 你現在說小學 是嗎 是 所以為什麼不是這樣 去看法呢 而在那個情況 我們都知道 一些熟能生巧的東西 你一梳下了之後 其實是很難去接不上 教育廳的看法 就是這個EQAO 就是用來做計劃 給他們多些資料計劃 怎樣運用資源 但是 其實我個人的看法 他說這個 閱讀 寫作 和數學 都是很重要 是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但是會不會增加多些 比如說 加多藝術 或者science 或者再加上 critical thinking 那當然是怎樣考發 是要有待掙扎 但是如果加了那些東西 我覺得 你才可以運動多些資源 因為你會有些program 是art 有些是science 那你怎樣投放資源 是不是 另外一方面來說 其實那個最大的前提 本身都不是很對的 為什麼 所以投放資源 你所說的 主要是講錢 但是為什麼不說 你用這個公安事 去看看學校裡面 怎樣去幫助學生 去增加他們的學術能力 思考能力 沒錯 其實這個是沒有衝突的 一樣可以並行一起做 不同的專家 去負責去分析那些得到的結果 就可以了 你也說得很對 就是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不增加其他的東西 因為你現在說真的 講資源 其實理科的資源 比文科更多 對 對 例如你 搞這個電子 現在的中學也有 電子的過程等等 這些花的錢 是多於現在 在那些文科 製作 over-air projector 對 機械人 用機械人打籃球 對 那些科學很貴 對 入場費好像五千多元 對 所以也有一個老師跟我說過 他們那班學生很有興趣 但是沒有辦法做 因為籌不到錢 籌不到錢 對 為什麼學校不去鼓勵這些 將剛才所說的錢 做這些 因為 沒有標準 沒有人知道 沒有科學這件事的鑑定 我剛才說的 變成有錢人的學生 就OK了 對 對 所以這個是有問題 同時另外一方面 就是變成 講來講去 都是說那些 所謂民科裏面的 那些 怎麼花錢 真真正正正 那部分 就沒有 所以加起來也好 因為其實另外一方面 學業那裡 現在說的那些 你剛才也說得很對 就是 科技本身來說 就是增加現在 我們的生活質素 和生活的未來 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為什麼那些學生 現在一直做 但是真真正正正 是不去考核一下 是 講完這個題目 有第三個題目 也挺有趣的 是其中一個朋友說的 最近 就是 很多那些小孩子 在放學的途中 被一些不好的人 target 是 捉了他們 就是 做他們 不正當的事情 其實就是這樣 他覺得 是不是應該我們要考慮 所有那些 校車 包括小學 中學 都要做 中學 我覺得 他有能力保護自己 應該不會有問題 小學 我就覺得需要 但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 家長 即是 就算是高校的 學生 家長 很多 parents drop off 即是說 家長車 排隊入學校 然後 drop下小孩 那些 大家很顯著 一開學的時候 那些車 是塞到不得了的 所以也考慮 中學 是否有需要 用校車 那你覺得 這個題目如何 其實有兩部分 一部分 就是現在 所謂 小孩子的安全問題 第二 就是因為這些 接送的時候 令到交通 不方便 那我想 先講講 那個 所謂安全的問題 好 其實有幾部分 可以做 一部分 我覺得 就是 這個警察 在那些地方 巡查 可以增加 那時候 基本上 因為有些小孩子 不一定要坐 校巴 或者小孩子 要走路 放學 那些 那幾分鐘 通常都是五分鐘左右 十分鐘左右 但是就是 這樣就出事了 所以 學校的 附近環境的時候 是否可以 就是 在那個 治安那裏 警察可以 做多些工夫 行必 沒錯 我也是這樣想法 至少有些人看到 有警察 都不用這麼猖狂 是吧 因為你會看到 現在的小孩子很純的 是 那些大人 一叫他 那他可能 就要跟著走 是 雖然有 現在的家長 不要跟陌生人說話 他沒有跟你說話 他引誘你 是 所以這部份 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學校裏面 你記不記得 早一陣子就說 學校有個提議 就是做那些 探測器 是 那些武器 鐵器 那些探測器 我覺得應該有 為什麼 現在的情況 越來越厲害 你知道現在 不單止是 所謂 那些 心理有問題 那些人等等 另外一方面 就是講到 反恐的問題 你說 學校裏面 會不會 跟恐怖分子有關 話不出奇 你看看美國 是吧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 應該做一些 恐怖 還有 在學校裏面 也都是 多一些 巡查 會好些 美國 克里布林 已經整個 城市 那些學校 全部都要加 這件事 你說得對 我就很奇怪 為什麼加拿大 仍然都覺得 這些不需要 剛剛 前一陣子 有個 19歲的學生 被人捅了一刀 純粹是想 分開爭執 被人捅了一刀 在加拿大最近 這幾個 早兩個星期 也有這種情況出現 那些人就說 哎呀 個別情況 最慘就是 個別已經是傷了人 一個都不可以 其實我同意 就是說 不需要 那麼快 全部所有學校都需要做 但是一定要 要看一下 哪幾個學校 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些的治安黑點 比較 沒錯 那些就應該要做 這件事 所以這個是 說回另一方面 就是交通的問題 交通 我記得你提議過 就是 可不可以 等一些學生 自己 踩單車 踩單車 大個的 其實應該都可以的 但是 可能在學校附近那裡 就 撥開一些 類似單車徑的 給他 去做一些 這樣的事情 才可以 因為 你知道那些人 有時候 駕駛 都不太小心 所以 這個 要做得很好 同時 如果真的 剛才所說的 有警察在附近巡邏 那些車都沒有 那麼猖狂 對吧 其實 車那樣 首先 我們都知道 很多家長 尤其是冬天 小孩 就不能聊 因為天氣太冷 也是以保護的形式 但是 其實他們在加拿大出生的 不怕冷 因為每個小星都逼到外面 但是我們用家長的想法 就跟他們決定 所以 自小養成了一些 所謂的 over-indulged parents 意思是 我們對那些子女 就太過 自誠 令到他們 根本上 都懶惰 例如 好像我 我的兒子 在高校的 他又 又不怕冷 但是 他都習慣了 即是 倒閉 那兩步 我常常都自己 我特意自己走 做個例子 但是 都改變不了 但是 我唯有 跟我太太說 都是字母 都拜二 但是 重點就是 當然 她都是親愛的 沒錯 但是重點就是 我們是 小朋友 小時間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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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如果沒有 父母 你都要上學 所以 要養成一個 例如 自己走路上學 獨立思考 或者 踩單車上學 或者 滑板上學 都可以 至於 安全的問題 很簡單 我們都說過 由警察 由警察 走必 也有家長 在沿路走 我們不應該 令到小朋友 覺得這個世界 好像很不安全 我們灌輸一個思想 是有壞人 但是 當然 大家都不想事情發生 但是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 比如 有警察 每天都走 或者不用每天 一天 一星期三次 那些人知道 隨時都有警察 或者做些便衣 你就不知道何時出來了 所以知道有人存在 最好不用便衣 我覺得警察 兩人都有 對 所以 整個習慣 令到從小開始 做這些 亦都要學校 或者 年輕人 觀書大家的思想 例如踩單車 是很酷的 其實可以真的很酷 我們看到 BX 什麼 B字頭的單車 那些很厲害 真的很酷 當然 亦都要安全 可以教他們 怎樣去 戴頭盔 那些技術 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就是戴頭盔 就不會酷 那個才是問題 還有 比如說 玩滑板的 就比較酷 一些 因為不用戴頭盔 其實是危險動作 對 一樣危險的 好 稍後回來再說 小心 Peter 說最後的問題 也是 我一直都是 很疑惑的問題 其實 現在看到 我們小孩子的課程 第三年班突然間開始 六年班突然間多了 對不起 第三年班突然間多了 六年班又更多 九年班又突然間很多 我看過 是否跟EQAO有關 是 有的 因為我知道 有些學校的老師說 其他學校的先生 集中精神 搞EQAO 我們就不搞這些 我們認為 應該全面霸 以及在過程中 是為了EQAO而教 所以 但是 有些學校就是這樣 是的 這是一件事 從六年班到七年班 又突然間多了很多功課 尤其是數學突然間 突然間 我突然間 很深 原來它突然間加強了 數學裏面的需要 甚至乎問到 為何要實進制 對 我看完這裏 都拎了 你怎麼回答 然後 如果 由Elementary School 去High School 第八 升到第九 第九班 很多學校都在一起 除了社會 要搞定 突然間又多了功課 因為是High School 然後 到十一班 又突然間 因為準備大學 入大學的時候 頭一年 大家都知道 跌十分至十五分 是嗎 然後讀完大學之後 又出來找工作 又未必一定找到工作 簡單來說 我們現在 這樣的教育制度 是不是真的準備好 我們的學生 去下一個人生的階段 是嗎 這個問題是很值得思考的 是很重要 因為其實有幾方面 你說 是不是 這樣 他自己說 就是 但實際上 似乎 做不到 對 為什麼呢 在那個教委 其實他們應該想這些 這些是政策上 是 好像 你現在說的 EQAO 你怎麼可以令到家長 和學生 學生日後 容易搞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做 因為有些小孩 但是 老師 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是 好像剛才所說的 有些學校 專門去應付這些事情 為什麼呢 這部分呢 就是等於 他那個學校 日後 會有多少資助 是 這個問題 這個資助 就是這個 所謂的教委 應該是 去等那些學校 能夠有一個信心 就是說 你做的事情 不是要等你去擔心 而是能夠幫助你 例如說 你資助 你可以這樣說 哎呀他高分 那些什麼呢 他不用那麼多資助了 因為他自己做得好 這樣吧 或者反過來 他低分 所以他不值得資助 所以這個的標準 其實應該搞清楚 就是說 就是 如果你是太過一般的 我們 其實就是可以給你多些錢 那些學生就不用那麼辛苦 因為為什麼 本來想檢查的呢 就是說 你平日的表現是怎樣 現在不是 就是好像香港會考 那樣 臨到 就是考試那幾天 就是 通宵去砌 砌完之後 考完之後 我又忘記了 那樣子 所以這個方法 是要大陸改的 但是 這個呢 就要教委自己 那些評估的時候 準則 能夠做得好些 讓學校 不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 扶累才行 那個 現在說 這個是 純粹是 那個 教育 那個 curriculum 那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那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就是 學校 就不是 不同 學校 有自己的 他可以加工 但整體上 的主要部分 就是由 教育廳 搞定的 所以 其實 可能 這個未必是 教育委員的問題 我覺得 仍然也是 因為剛才另外的環節 我們都說過 教育委員是要發聲的 是 其實發聲 就不是向 他自己的 board 發聲 而是向其他政府 發聲的 為什麼呢 在過程裏面 省政府不知道 你現在在做什麼 或者你就算知道 都不太覺得 需要 發聲 所以你整個 board 告訴他 喂 你現在在做什麼不對 為什麼呢 在過程裏面 令到那些小朋友 有負擔太重 或者家長 和先生的負擔太重 但是效果沒有 或者 反過來反過 反效果 為什麼呢 你一加重了那些 所謂 curriculum 這部分的東西 那時候 那些課程裏面 那些內容 或者那些 要求 功課等等 其實 再下去的時候 可能那些小朋友 跟不上 對 所以這個情況 讓省和其他人知道 為什麼他們都有負擔做這件事 因為他們有個教育局 教育廳 所以這裏應該都會做的事情 其實 最主要就是 我覺得 入大學那段時間 不說中學那些 中學那些 隨時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最重要是 上大學 上高校 突然間 跌這麼多分 根本上 第一年如果你跌這麼多分 分分鐘你想要讀的東西 第一年就分了你出來 所以我覺得 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大學 其實是半支座 簡單來說是自己的生意 所以你看到 哪些學生 有位就收 尤其是外國來的 學生 有大部分是韓國 我聽我女兒說 她們都導入大學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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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在她們本國那裏讀 比較上 Asia 比較多 就是 韓國 最多就是中國 接著到韓國 日本也不用 日本在她們自己讀 那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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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一部分是家境幾好 但是 我女兒說 哇 大部分 過了來的 她已經讀到 差不多 她降低來 走來讀這個大學 她說很多是3.9至4.0 分數是高於 那些 3.9至4.0 你怎麼揮 最高分是4.0 就是她說 approaching那些level 還有 private school 是個curriculum 比public school 高一年 所以 那個才是問題 在他curriculum 其實 應該 濃縮些 還有 將各個 就是curriculum 加得緊些 當然 你要啟發一些學生 也都要 motivate 那些學生 對他有 這個教育 有學習的興趣 是 那樣東西 就先生要有功夫 這個家長 也可以幫到手 要他們有 motivation 而且 這個含摺 這個含摺很重要 為什麼呢 一路下來 我們都知道 第11、12班的時候 教的東西 就跟 大學一年級之間 那個空隙 是很大的 是啊 為什麼不可以 將那個課程 由這個 小學一年級開始 慢慢一路 增加增加 可以含摺到 我就不太明白 不夠空 回到好像沒有什麼空 很多人都說 頭三年級 一、二、三年級 好像沒有工作 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問題 所以 到時都後 突然 小朋友都說 要做這麼多事情 之前 玩而已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 第二天 另外那個 有省裏面那些 說 小學不用做功夫 第二天 我不知道他怎樣去 搞定 工夫 那些問題 其實你說開又說 剛剛好時間 剛剛才說 全日的小學 所謂全日 都是由 九點到三點 校園中 就是這樣的情況 沒有上學時間 沒有上學時間 其實很多學生 在更早時間 已經開始學習 去到一年級 以前他要適應的 已經不需要適應 所以其實在那裡 開始 再重新編排過 令到十二班 十二年的課程 再可以推前一點 一、二、三年級 再重新 一、二、三年級 再重新 我覺得 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時間 還有 就算在西方 那些 心理學家 那些 教育心理 都說 小孩子 最好的方式 什麼時候 開始吸收 就是 兩、三歲開始 已經吸收 因為他那時候 最吸收最多 所以 為什麼不開始 這些 教育 去給他們 例如那些知識 其他思考方法 一樣可以 有一件事 我想跟你說 其實當然 詩真的很重要 我講了兩個成功的例子 第二個國家 丹麥 大家都知道 是很厲害的 最主要他們 為什麼呢 他們有資源 一個課室裡面 有三個老師 一個是主老師 其他兩個是輔助的 但是一個老師 不能蒸光所有的東西 所以有兩個存在 而且他們全部都是 那些學校 就是碩士以上 所以資源那邊 好 另外就是瑞士 我想告訴你 瑞士 有很多學校 很多瑞士的學生 瑞士為什麼這麼成功 其實就是因為學校做得好 他每一個學生 大部份的學生 懂四國語言 其實人家為什麼可以 編排到教育 我們編排不到 所以那個是匪儀 首先我們當然是 因為可能資源比較好 譬如丹麥 或者瑞士 他們沒有什麼資源 那時候 他們是在生存 所以一定要用一個技術 一個教育 一個教育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做到這個 我們可以長期跟著這個 自然資源 我們有資源 有錢 將來沒有錢 怎麼搞呢 沒有科技 怎麼做新興建 所以其實每次講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那個教育制度 是不盡不實 錢十年之內多了雙倍 以前由十二個billion 加到二十二個billion 已經雙倍了配套 先生人工好了 但是教育質素沒有提升 因為先生那個人工高了 但是那個質素差 質素差 也不可以這麼說 他有一點點進步 但是 reading and writing 我為什麼說他質素差 質素差不是個人的質素差 是教育制度本身來講 令到那些先生教學的質素差了 因為有很多的情況之下 在這些先生來講 很多都很厲害的 其實他一樣可以 但是在這個訓練上 是怎麼說 是阻止他去利用一些更好的方法去教上面 因為講明話 你應該是這樣教 你應該這樣教 你剛才講的那個數學 你不用一個真真正正的數學方法去教 你用一些所謂文人的方法去 去慢慢試探 在那裡玩來玩去 之後才會告訴他 一加一等於二 這樣 那有什麼用 但是先生要跟著那個方式做 所以在那個過程裏面 要改的 不僅是學校的 那個curriculum 先生的教的方法 先生的教的方法 先生的那天 這個所謂老師的訓練裏面 應該做多一點功夫 教委的工作 好 今天講到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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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 掌握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